那你如果让我来选的话 我个人还是倾向于选择 目前啊就使用3.5这个版本 当然也可能是这个4.0模型刚出来 用的人太多了 有这个可能性 哎呀不得不说啊 都是套路 老马这个视频发出来 如果有相关人员看到 抓紧的啊 赶紧把这个给改掉 这种做法没必要 是吧 大家真诚相待 没必要搞这些套路 虚头巴脑的 哈喽大家好 我是老马 昨天夜里 也就是今天凌晨3月15号 Chad GPT 4.0发布了 之前官方公告说 会在礼拜四发布Chad GPT 4.0 没想到它提前一天发布了 就现在来说的话 Chad GPT它的这个4.0模型啊 我们只有plus订阅用户才可以使用 免费版的账户 需要去排队申请内测 具体这个Chad GPT 它多了哪些新功能 老马呢 也给大家整理了一下 就在这个网页上面 回头我把链接会发在下面 大家可以自己过来看一下 主要呢 就是一个是添加了图像和文本的输入 第二个是扩展能力增强 也就是说它提升了能处理的文本字数 第三个呢 是更具创造力 它能够处理更细微的指令 这三个就是它官方文档里的介绍 这几个新增改动呢 大家比较感兴趣的 可能是这个 Chad GPT支持图像和文本输入 就这个新增了一个支持图像的输入 它能理解图像的内容 并能生成字幕 分类和分析等用途 这个扩写能力增强 就是增加了一些单词的数量 还有一个更具创造力 这个就是能够处理更细微的命令 它的这个具体演示 它官方呢 有一个20多分钟的视频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老马这个页面上面呢 也整理了一下 它的主要的一些演示 官方的这个视频入口在这里 是这个地址 这个页面 官方的发布页面 比如说我们翻译一下中文 这里它介绍了 Chad GPT4的详细更新内容 Chad GPT4的API也开放了 但是呢 需要去申请 加入它的这个申请名单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试用 试用这个plus 这个呢 就是官方的直播录像 直播视频在这里 那就这个 大家可以自己来看一下 那如果听不懂啊 可以把翻译打开 这里 设置 选字幕 选自动翻译 选中文 明显能看吧 明显能看 我们先关掉啊 那么具体的官方文档 它的这个参数啊 有多强 是吧 或者其他的一些 研究报道 老马就不跟大家说了 你比如说这个什么 这个什么什么 律师资格考试啊 或者什么什么 什么考试啊 确实 Chad GPT它本身就有那个能力 这是毫无疑问的 老马这个视频 就简单的和大家比较一下 Chad GPT4.0模型 和3.5模型 看一下这两个 我们普通人实际使用起来 看看体验 差距是什么 它这个是官方的 这个一些对比 我们看一下啊 一个推理 一个速度 一个简洁 推理的话 就是它的 应该是那种联想能力吧 速度的话 就是生成速度 简洁这个 老马不太理解 可能就是它生成的答案 是不是足够的简洁 那如果有知道的朋友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 这个简洁是指什么 这个是原来的3.5模型 这个是4.0模型 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是3.5 这个是4.0 是吧 这个联想能力 就是这个推理 4.0的话是拉满的 5分 生成速度 在4.0只有2分 待会我们测试一下 我看看是不是这样子的 原来这3.5模型 速度是满分 简洁的话 这个我确实不知道 这个什么意思 也懒得查了 行 我正好把这个图片 给发到我网站里面吧 这里粘贴过来 先存一下 行 我给大家测试一下吧 这个号我们就开4.0模型 然后老马再打开一个账号 好我们对比一下啊 锁放一下对比一下 好了可以了 左边啊 左边是4.0 右边是3.5 我们来测试一下啊 测个什么呢 测个逻辑性稍微强一点的吧 比如写一个节奏诗 或者写一个小马过河吧 小马过河的故事 写个小马过河的故事 让它加一个藏头式效果吧 藏头的效果 每一句话前面 加上我爱切大脚 这样先试一下啊 如果它答不出来 那我们再改 复制一下 发送 发送 大家可以看到啊 测马等了很久 这个对比的话 还是蛮明显的啊 就是从速度方面来说 3.5的 这个老板的这个模型啊 很快就写完了 4.0呢 他从现在还没写完 我们等他写完啊 注意看啊 这个4.0的 这个图标变成黑的了 黑金会员 是吧 黑金版 还在写 这个没完没了了 是吧 我再等一下啊 写完了 写完了 终于写完了 那你要说这个 他们哪一个写的好 龙马判断不了 也许他这个 内容更加丰富吧 是吧 只能说也许 他这个藏宗诗不对啊 我让他写 我爱卸大脚 是想加在每一句话前面 是每一句话 每一句话前面加一个字 修改一下 再试一遍 写个小马过河的故事 每一句话前面加上 我爱卸大脚 这个藏宗诗怎么写呢 每一句话前面加上 我爱卸大脚中的一个字 按顺序排列 是吧 这样应该没问题 再试一下啊 不要写这么多了 我们少写一点吧 写500字 复制一下 复制一下 发送 发送 出现差距了 大家看啊 出现差距了 速度上来说 还是3.5 是玩爆的 3.5模型玩爆 但是他对我的这个 语言的理解啊 4.0版本 他理解的是正确的 大家可以看到啊 我爱卸大脚 是吧 这是藏头效果 3.5呢 他这个 还是没有理解正确 他一直是把 我爱卸大脚 这五个字给加在前面 但是他这个4.0的速度 是真的不能忍啊 这个也太慢了 那你如果让我来 选的话 我个人还是倾向于选择 目前啊 就使用3.5 这个版本 当然也可能是 这个4.0模型刚出来 用的人太多了 有这个可能性 这样 每一句话前面 第一个字 第一个字 加上5i系大脚中的一个字 按顺序排列 写500字 这样应该没问题 我们再试一下啊 每一句话前面的 第一个字 先复制一下啊 复制一下 发送 发送 可以发现啊 还是错误的 那么这边先停止 这个4.0呢 还是正确的 这个实实在在的说啊 这个4.0模型 对复杂一点的语言 规则 它的理解呢 确实要好一些 好很多 我们再改一下 这个小马过河的故事 每一句话的第一个字 换成 是吧 第一个字换成 5i系大脚中的一个字 按顺序排列 写500字 再试一下啊 发送 发送 还是不行 还是不行 老马尽力了啊 老马尽力了 我用我有限的大脑 想写一个仓头试效果 这个AI的话 它是理解不了的 就3.5这个模型 它是理解不了的 而4.0的话 它 它理解的就非常的好 是吧 我爱卸大脚 我爱卸大脚 先填一下啊 先填一下 行了 这个对比呢 我觉得呢 已经比较明显了 TID GPT 4.0的话 就是它对你这个 文字的理解 更加的智能 3.5模型呢 可能需要你去定义 很多很多的这个前缀 它才可以去 准确的去理解 你的话的意思 我们先把它关掉啊 就打开 好我们刷新一下啊 我们前面说 TID GPT 4.0 还有一个新的功能 就是支持图像的输入 它能理解图像的内容 并能生成字幕 分类和分析用途 那么 这里不得不吐槽一下啊 它这个 说的支持图像 你放出了这个画 然后升级了4.0 结果你这个功能 居然未公开 你不公开就算了 它还把TID GPT 之前的一个 识别图片的功能 给砍掉了 我不知道 其他人知道不知道啊 老马确信 就是这个图片描述功能 在之前的3.5 是有的 现在呢 它删掉了 可能是因为 他们与这个BMyS 他们有合作关系吧 然后 类似于图像授权呗 是吧 就是这个功能 就这个功能 老马把它调出来了 为什么我这么确信呢 因为呢 之前有网友 在网上问过了 我嘛 私信问过我 就比如说 可以让GPT 描述一张 已经有的图片内容吗 是吧 那个时候呢 是绝对是可以的 而现在呢 已经被删掉了 老马刚才测试过 已经删掉了 我再给大家测试一下看看啊 比如说 沙滩 沙滩中浪图 我先找一个 随便找个图片 比如说就找这个 我们复制一下这个图片的地址 好 回来试一下 关掉 描述一下 这张图片的内容 发送 是吧 3.5是可以的 这张图片展示了一位 穿着粉色西装的女性模特 不管她这个准确不准确啊 最起码有这个功能 是吧 那我们再看一下4.0模型啊 4.0 你们同样是这句话 发送 是不是很有意思啊 很抱歉 由于技术限制 我无法直接查看图片 但如果你能描述一下图片的内容 我会尽力帮你分析和解释图片 哎呀 不得不说啊 都是套路 都是套路 老马这个视频发出来 如果有相关人员看到 抓紧的啊 赶紧把这个给改掉 这种做法没必要 是吧 大家真诚相待 没必要搞这些套路 虚度巴脑的 但是呢 不管怎么说 我们还是比较期待这个图片解析功能的 确实非常的好用 这个4.0版本 现在它可能是因为太火了 每四个小时有100条消息的上线 这个我们普通人的话完全够用 除非你是那种工作室性质的 普通人呢是百分百完全是够用的 不管怎么说啊 拆的GPT 还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用的一个工具 我们期待它发布更多的新功能 也期待它不停的升级 行了 那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吧 大家记得点个赞 订阅一下 也可以加入老马的交流群 大家互相交流 分享一下知识和经验 行了 就这样 拜拜 拜拜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